我觉得张教授的这个演讲 就是很通俗的 把我们对于儒家和世界上的其他的思想 包括其他的宗教 做了一个简面讹要的一个区分 比如说他是甘心做人的 他是以家庭为本源的 好 现在我们回到现场讨论 这样一个阶段 凡是对于孔子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 以及他们在当代世界的这个命运 你们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要向张翔文教授这个请教的请接受 您刚才有提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青青之爱 但是我们有看到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然后个人主义呢又非常的凸显 那么很多人都会感觉到 家庭观念会越来越淡薄 所以我的问题是 您认为孔子思想或者儒家思想 他的未来在哪里 他的生命力又在哪里呢 谢谢 家庭观念的战活 家庭的衰落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越是全球化 个体主义就越盛行 所以孔子和儒家的未来 就此而言 我确实是 没有那么乐观 像有些现在对于这个也是在争取复活或者复兴儒家的这些很可尊敬的这些努力的这些人士看来是很有信心 我倒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但是呢我也不是悲观的完全悲观 我不是完全悲观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儒家的根基扎在我们这种人性中 所以呢只要我们这种人家庭还在 儒家就还有他的生存空间 所以我是认为儒家是可以复活的 但是要想复兴 繁荣兴旺 这个就不容易 这要看儒者的努力 还要看人类历史潮流的变化 张教授您好 我想请问您 为儒学的复兴 设计了哪些怎样的一些路线 有什么可行性的方法 谢谢 我想用三个词吧 来总结我提的你说这个 儒学复活或助兴的 说不上方案了 就是这么思考 一个是回复 一个是入食 一个是见机 回复呢就是 我们要回到 就今天我已经在讲 回到源头 回到儒家的源头 回到家的源头 使得我们对儒家的理解更真实 使得儒家在现代带有他特别的敏感性 其他的学说没有的那些敏感性 第二个呢 入食就是说 你要进入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最焦虑 最关心的那些问题 像家庭的衰落 伦理的丧失 生态环境的破坏 儒家这个事是完全关心的 我们说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天人和一 所以这些人类现在特别 这个着急的 大家就看待人类未来 现在都有一些迷蒙 这些问题 儒家必须要能够深入进去 而不能够就是 觉得我们儒家 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世界 是 孔子为人和历说的独特之处 加上了对于孔子开创的儒家的特征 历史贡献和未来意义的理解 俄国思想家和文学家托尔斯泰 曾经给予了中国人民最为真挚的同情 他说 孔孟老庄的子孙们 你们不要慌张 只要中国人民继续过着 以前所过的和平的 勤劳的生活 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的教义 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 便会自行消亡 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好 让我们再次感谢 张天龙教授今天的演讲 同时也感谢